大家好,我是圆圆,欢迎收看健康心境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观察自己的脖子 不仅皮肤比小时候粗糙了一些 有的人还会发现脖子上长出了几个小肉疙瘩 而这些小肉疙瘩可能是这三种物质 皮肤纤维瘤 皮肤纤维瘤一般不会对人的健康造成伤害 它是一种真皮内的良性肿瘩 一般无需进行治疗,只是影响外观 扁平油 扁平油就是老百姓俗称的猴子 是皮肤科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 多发于青少年身上的病毒性感染 不建议大家用家常的手法去除 可能会导致扩散 要想去掉还是要经过专业的治疗 寻常油 寻常油是人类乳头状流病毒 引起的表皮性良性坠生物 它不仅影响皮肤的美观 还可能经过摩擦接触后出血溃烂 从而导致感染具有一定的传染性 请握用手搔抓以免病毒扩散 建议治疗期间饮食要合理调整 辛辣食物、刺激性食物都不要吃了 当发现自己身上脖子上长出小肉疙瘩时 不要自行处理 还是要去医院 医生要根据肉疙瘩的样貌、质地、颜色进行判断 才能够采取治疗 好了 本期的养生知识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多点赞、多转发、多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就点个关注吧